FBI征選情報人員的題目啦 大家聽好啦 有一個男生到湖邊散步 這個時候看到有一個老人在釣魚 可是那個老人釣上來的魚 身上都沒有水草 他就問這個老人 為什麼這個魚的身上 沒有沾到一點水草呢 那個老人就說 這個河裡面從來沒有長水草 說到這個時候 那個男孩突然就跳入水裡面 自殺了 為什麼 給你們一個提示 這個男生以前來過這個湖邊 而且他的女友就在這裡往生 雷雷猜看看 我覺得他們可能 本來是約好要遜情 然後結果後來 可能就是被判斷出來說是意外 然後那男的就以為他是意外死 不知道他是遜情死的 然後可能被判斷出來是被水草勒死 然後他還知道說 沒有水草說他是去遜情 然後所以他就去遜情 為什麼要遜情 好可憐 還有一段故事 故事 相信現在電機前面很多人在動腦 對 想知道答案嗎 縱火案發現場 大學生抄瞎徵訊技巧 如果今天有一個縱火 大學生了沒 對 想知道答案嗎 好可憐 來 我們請 李大哥來 幫我們解答一下 這個故事啊 因為這個男生跟女生 他們戀愛滿久了 然後在一個月前的時候 他們來到這個湖邊 來到這個湖邊 女孩在游泳 結果突然是碰到漩渦往下沉 往下沉下去 那這個男孩子就很快就跳下去 距離湖還有一點距離 結果他跳下去救他 可是怎麼救救不起來 他曾經抓了一把 水草 他以為是水草放掉 對 就是他的頭髮 所以他後來的時候 他後來的時候 來過那邊幾次 只有這一次碰到那個漁夫 那個在釣魚的老人 所以他問他 怎麼沒有水草 那個老人跟他說 這個湖裡面沒有一點水草 從來都沒有 當他想到他那時候抓的不是水草 是他女朋友的頭髮的時候 就很冒犯 真的是這樣 很冒 很冒 那接下來 你們已經受到了震撼教育之後 馬上要問你們 如果今天有一個縱火犯 要讓你來拷問 你要如何設計題目呢 那都我想問的是 沒有 真的 如果是縱火犯他一定不會薄 對啊 他一定有薄啊 他縱火以後他可以拿保險經 我覺得我們三個都沒救了 我們不要去參加 沒有辦法加入這一行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 小批先問了 抽不抽煙 就問他有沒有抽煙的習慣啊 因為就是看他 會不會隨身帶打火機之類 因為要縱火 一定要有打火機 而且他縱火機有一點就燒出來了 李組長 這一題高不高 這個還不錯 這個在中間可以插出去 你在前面問的時候 突然拿一個煙給他 讓他 他如果拿出打火機來的時候 看他的樣子 這個可以的 在問題設計當中 是可以的 設計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淡江財經系的大叔說 你喜歡藝術嗎 真的嗎 為什麼想問這一題 真的 因為就是我看過電視 然後他有說 就是縱火犯有個習慣 就是他們喜歡到事後現場 去觀賞他們燒的時候 對 對 這樣這一題可以嗎 去現場觀察是對的 可是跟藝術有什麼關係 就是他認為燒掉 燒掉 燒的那個過程 欣賞 欣賞 享受那個被火燒的過程 問 年輕人問說 你住在哪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 地緣關係 對 這是有根據 因為他們 他如果住得很遠 可是他卻在這邊被你抓到 那代表他真的是特地過來 看他的作品 對 所以要問他住在哪 這個是個好的問題 那李組長你會怎麼設計 如果 那個誰啊 蔡蔡那個就不錯 蔡蔡當天縱火你在哪 對 第一個 你要從地緣關係上 他的住的 第二個 當天的時間 你縱火的時候 你之前 你先問他 就是說 火災是晚上七點發生的 你五點鐘在哪 六點鐘在哪 吃飯 對不對 然後問一問以後 跳到現場 過得快樂嗎 跟那個 比較 比較少關係 對 所以你 你當天的現場 現場在哪裡 因為這個 起火前火災的時候 是不是 也可以問他 是不是你放火 直接就問 當他鬆懈的時候 直接就問 是不是你放火 了解 然後因為 如果碰到這種狀況 站在 站在工作的角度的話 是會把這條街 周圍所有的錄影帶 去調來監視器 看 然後第二個 現場訪談周圍的人 在那個前後時間 是不是有什麼可疑的人 然後再根據錄影帶 然後再找到嫌犯的時候 他的背景資料 配合起來去問 就 跑不太掉了 那現在那個 我想請問他們 莊醫師啊 就是說 像說他表情啊 那哪些表情 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特別的訊息 有沒有 比較特別可以注意到的表情 但有的人他會鼓 把腮幫子鼓起來 然後吐一口氣 這是 還是他遭受批評 也有可能 對,表示前一陣子 他很多的壓力了 他需要吐一口氣 把這個壓力傳出來 河豚 河豚 對 第二個我們可以注意到 其實一個頭正不正 這是我們觀察表情很重要的地方 像這樣 頭如果歪歪的時候 通常表示一個人是放輕鬆的 因為我們口歪歪的時候 你要拿的東西會比較不準 或者你要做什麼事情 甚至於你要反擊打人的時候 都會比較不準 所以當我們需要很快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頭一定會正起來 嘴唇咬起來表示說 他要控制有些話 真話 其實我們人 會很習慣的真話要吐出來 他要控制這真話不要講出來 所以他會把嘴唇咬住 先不要講 然後想一些謊話跟他講 真的話聽不見 有配合翻牌也有配合 好 皺鼻子就是 我們看眼睛跟嘴巴的話 看起來都是在笑的樣子 所以我們會以為說 這個人是笑得很開心 但是他其實 他中間的鼻子這裡皺起來 這是暗藏的說他一個討厭 討厭一個人的狀態 然後閉雙眼就是 我不想知道 當然有的人是反射式的 有的人是生病 眼睛生病了 像連戰他眼睛生病了 常常要咒一下 那大部分人來講是 是一個逃避的一個反應 舔嘴唇 舔嘴唇跟剛剛講的 摸臉一樣 是一個安慰的反應 狗狗他們互相安慰對方 是用舔的 那人也是一樣 人安慰自己的時候 也會嘴唇出來舔一下 這是利用嘴唇來安慰自己 所以表示說 他前一陣子壓力很大了 他需要安慰 現在需要安慰一下 所以你知道他剛剛 在做一些壓力大的事情 難怪我們星光大道參賽者 每唱一句就舔一次 每唱一句就舔一次 我們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這樣舔 他就說沒有 我嘴巴乾 其實根本是壓力不大 緊張的時候嘴巴容易乾 所以是自主神經的一個反應 還有一閃即逝的冷笑 就是鄙視的意思 這個常常是一閃而過的 像那個 有男生跟我說 我很愛他啦 然後講的時候就這樣子 冷笑一下 然後眼睛稍微撇一下看他 那表示他剛剛講的 我很愛他這個表面上字句 其實是假的 他真正其實看不清 看不起這個人 他鄙視這個人 當一個男生鄙視一個女生 或一個女生鄙視一個男生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欺騙感情 那欺騙感情的對象 他常會透露出這樣子 撅嘴的當下 如果說常撅嘴 有一種不同意的訊號 對 我們在撅嘴的時候 其實也是要把那個 反對的意見要把它控制住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是想要罵出來了 但就趕快把它撅住 搖搖 所以嘴巴還真的是關不住呢 然後想要說真話 就把它咬住 對 然後不同意就 有沒有 把它嘟掉了 沒錯 就變這樣 所以你看 嘴巴 眼睛